彰化一所国小的护理人员 在收到数十个牙齿宝宝盆栽后 又灵机一动 再募集上千个宝特瓶 让学生做成了更多的牙齿盆栽 并集合起来打造成校园一角的圆梦花园 寓教娱乐 希望小朋友每天照顾牙齿盆栽 就像照顾自己的牙齿一样用心 一大早就有小学生在打扫时间 围着花园一处在观察盆栽 仔细一看每一个造型都不同 外表看起来就像是牙齿造型一般 小朋友说看到牙齿盆栽上面的花草 就像长出头发一样很有趣 牙齿盆栽幕后发想者 就是这位在校多年的校户 人称杨阿姨的杨秀琴 她表示有人送她进80个牙齿宝宝盆栽 因为不够全校学生使用 于是学校向各界募集1600个回收宝特瓶 将底部切除留下 让学生戏成白色 再画上自己喜爱的脸部表情 做成牙齿盆栽 预教于乐 除了盆栽 澳元内还有101个回收打包带纸卷加上宝特瓶盖 爱做成的彩桂桥 上头还有书法老师提字 特别的还有17个电缆卷轴做成的花台 打造成近时评具有教育意义的圆梦花园 按视频道